还在对自己的职业迷满的人 可以看一下你的第十功 如果有太阳落入 你当一名创业者会非常开心 因为你在人群中更勇于表达自我 而且有野心有干劲 如果有月亮落入 你去当一名网络会很开心 因为你有强大的无处安放的个人魅力 潜意识地 也有强烈的成功的欲望 如果有水星落入 你去当一名文字创作者 或者是老师会很开心 因为你很聪明 咬文嚼字又有文产 全身上下都有一股书香气 如果有金星落入 你当一名摄影师 画家 模特 或者是光光会很开心 因为你的艺术天赋高 此外还有潜在的社交能力 如果有火星落入 你当一名销售经理会很开心 在你眼中没有挫败 反而更享受 在几分钟翱翔 如果有木星落入 你职业涉猿馆 有很好的事业员 那无论从商还是从政 都要当上管理者才开心 而如果有土星落入 则你扎根在一个可以长久发展的职业中 才会很开心 因为你喜欢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 靠实力说话 如果有天玩性落入 你在从事高科技 以及兴起前卫 方面的职业会很开心 所以请尽情发挥你的创意和灵感 如果有海玩性落入 你可能容易好高欧远 漂泊不定 可以尝试从事文字和创作方面的职业 从而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 如果有明玩性落入 则你可以做一些策划类的工作 因为你天生擅长谋略 有把控全局的方向 而如果你的时空中没有任何的心体落入 则可以看时空的公投性 以及其守护心所落的公位